今天的话我来介绍一下在加拿大超市购物的七大要点 其中最后一点非常关键 若暂时没有时间看完的小伴 不妨先点一下收藏按钮 第一 自备环保袋 若如绝大部分的超市都已经享用环保 停止提供塑料袋了 而现场如果要买一个环保袋的价格 真的不便宜 第二 准备一块钱的硬币 大部分的超市的购物车 为了鼓励客人主动归还 都会有一个临时投币的一个机制 但也有部分的高价超市是不需要的 因此的话也会有人用 牢币与不投意来区分一下这家超市是否属于高端 另外要说的是 这种篮子是不能拿出超市区域的 第三 准备好顾骨清单 由于这边的大部分的家庭都习惯一次性的买一周的量 因此的话建议每次出发之前准备好顾骨清单 以免遗漏任何东西 或者你跟我一样在家里的厨房里面弄一块黑板 家里缺什么随时写到这个黑板上面 去超市之前一拍照就可以了 第四 研究Flyer 虽然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的老移民 但是这里有两个单词小孩需要学一下 Rain Check以及Price Match Rain Check代表的就是货物在做特价的时候 如果你去岛却发现受庆了 这时候的话你可以问店员要一张Rain Check 日后等那个货物有货的时候 即便不再是特价了 你也可以以当时的特价重新买回 Price Match是很好理解的 有些产品在超市A做特价的时候 你可以去那些承诺Price Match的超市 挑选相同的产品 只要能出示回超市A的Flyer 你就可以以超市A的特价来购入 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予许Price Match的超市是越来越少了 第五点 注意单价 即便是相同的产品 有些超市是一棒卖的 有些超市则是一个卖的 第六点 区分哪些商品是要加税 哪些商品是免税的 简单来说吧 原材料都是免税的 如果是回家可以直接吃的 比方说熟食或者零食之类的 则需要加税 但不过也有些例外了 比方说一次性买6个以上的面包是免税的 一桶超过500毫升的冰激凌 你同样点是免税的 第七点 积分计划 基本上每一个超市都会有各自的一个积分计划 我建议的话 小伙伴能注册的话都注册一遍 毕竟吧 苍蝇腿也是肉 另外的话 不同银行针对于超市购物都会有不同的反限计划 比方说这张B某的Tashback Mastercard 针对所有超市购物 前三个月现在可以享受5%的现金回赠 之后的话依然会有3%的回赠 更重要的是 它是Mastercard 在加大几乎所有的超市都可以使用 此外的话 这张卡是零年费以及无需信用记录要求的 对于那些刚来加拿大的移民朋友 就再合适不过了 想要了解详情的 不妨可以搜索B某newstar计划 福利总价值超过2100加币 关于在加拿大超市里面购物 毫毫有任何遗漏的 不妨叫我们在留言区里补充 别信